郭文貴議員 我們領袖來啊我們就開始了 好來 那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宣讀完了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業務計劃的部分從我們就 一併討論好第一案到第五案 那我們剛剛有初步先談過的結論是 全數刪除 這個 一百 一百四十億嘛 全部凍結 全部凍結 一百四十億 的部分 全部凍結 大家沒意見 沒意見 沒意見齁好 那利息部分你是不是要把它散掉 就是一百四十億九千八百萬 還有這個舉債的一百四十億跟債務償還的十四億 詳細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是我們要轉投資 台灣金控跟台灣土地銀行的案子啦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政府的資金調度 就是不用舉債去投資 而又由國發基金去投資 那因為委員上次質詢說還有 還有一億啦 所以我們建議說是不是就先全數凍結 我們另外再安排到委員會來報告 報告後使能凍結這樣子 好 就針對這個 這一項 就依照本席的提案 我們把它全數凍結 然後後面 就是我們把它改成主決議 就是須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投資之必要性 以及效益分析的專案報告 經統一後使得凍結 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改成主決議 好 好 那 全數啦 對 全數一百四十億全數凍結 好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審第六案到第十三案 這個是關於出售這個台積電的股票的部分 那剛剛這個大家還沒到之前 我們有初步的溝通 因為我們過去在處理 包括中鋼的股票案 台肺的股票案 我們都是全數刪除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是比照 我們就全數刪除 所以第六案到第十三案 以第十案為 對 以第十案 我們就以第十案為通過 就全數刪除 然後連結繳國庫的部分也都刪掉 好 因為這個部分 事故的部分主要是因為考量到說 我們國發基金投資台積電的 投資的目的已經有達成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要也是舒緩國庫的壓力 主要是有這兩點考量 那是不是恳請各位委員能夠同意這個預算 我們國庫的確實一定要這樣說 好 來第十四案 跟前面已經談過這是例行 十四案九千八百萬是例行 所以十四案是也一併刪除嗎 冻結 是前面那個 OK OK 好 這第十四案就不處理了 好 來我們接下來是第十五案到第十七案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十五案到第十七案是我們國發基金的主要的業務費用 總共兩億六千一百七十八萬 那這裡面的兩億 就是我們要天使基金補助那些青年創業家的錢 真正的業務費用只有六千多萬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 兩億 兩億是拿去補助的錢 真正的業務費用全部大概幾個項目加起來 全部國發基金的這個大概六千多萬 所以我們是不是建議這個項目是不是可以幫我們 幫我們這個不要刪減 一般的業務費用 那你怎麼出現啊 好了 有時候我們關心這個 九點以前都不出現 好來 你們這樣太過分了 民意代表你自己也講外行話 你們自己太過分了 你們到台北的都還可以去跑公計 我們要被綁在這裡綁一個早上 什麼季也不能去 什麼季也不能去 主席有影響力大 主席有影響力大 那我就直接把全部都砍光光 那影響力就大了 明天民進黨就不要幹事 太好啦謝謝 謝謝兵委員 表示明年民進黨一定執政 好 第15到17 是不是可以請委員幫忙 這個能夠支持我們 15到17能夠支持 好 那就 預算照列 來 18到19 18到19 是我們的管總費用 那管總費用主要是我們 今年明年有增加 主要是我們上次委員說 我們的國發大樓 不能夠自己花錢蓋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評估案 希望說跟民間 用民間的資金來 所以有多了一個評估案的錢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如果要刪減 我們覺得是不是可以 只要能夠幫我們 稍微佐減就好 不要減太多 你們這個增加這麼多 是什麼理由啊 因為我們上次本來 去年要編 三千多萬 對 因為本來是去年要編 就是要蓋房子的嗎 要蓋房子 那後來說不能蓋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委外評估案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拿土地去跟別人做合作的方式 18到20 18到20 所以這個評估案結束了嗎 評估案正在評估中 正在評估中 所以那你那個評估案要花多少錢啊 你這三千多萬是要去做評估的啊 還是要去做什麼 我們總共是1900萬 評估案要1900萬 後面還有就是那個 要尖 那個尖 那個尖 那個尖的費用 所以還是要蓋嘛 就是用民間的錢來蓋 我們用土地跟別人 就像財政部在那個合作的方式 我們盡量不編政府預算去蓋房子 但是我們規劃跟尖 還是要尖造還是要這些錢 那個地有多大 我們地有 有多大 很大 總共在松江路的兩邊 總共有三塊地 三塊地 面積總共多少 這個邏輯編率很奇怪啊 我們本來是說你們自己要蓋 然後現在說用民間的力量 因為去年委員會說不能夠花政府的錢蓋嘛 所以你現在配合民間嘛 找民間买合作 我們要先做一個規劃案 看哪幾塊地 然後資金怎麼 你們的地有多大嗎 問題的地有多大 你們說這點 歉紅 不是啊 這個有一種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 這個評估 評估就是一個階段 你要評估了之後 你有了標的物 你才有監造的事情 你不可能你沒有標的物 你就隨便蓋 蓋過多少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有標的物 對 我們的這個面積大概有 四千六百平方公尺 四千 兩塊地 如果再加另外一塊比較小的話 大概是總共是 接近五千平方公尺 你應該是 評估是一個階段嗎 那你的監造費 應該是在你未來要蓋的時候 的建築 這個費用裡頭 所以你不是在 不是在這個監造費裡頭啊 不是在這個蘋果 不費裡頭啊 監造費兩筆 兩筆 分開的 他現在就是設定 他一定能夠 一定能夠蓋就對了 明年準備早上 早上完就要開始 那個監造就要發包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 你們有地啊 就可以 根本不必自己花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分 這個蓋好以後 你們分樓層就行 最近你們的地在哪裡 是在那個松江路的兩邊 是在那個南 南京松江站 你看你看 不是 南京東路二段那邊 最新啊 這個標催的土地啊 這個 一坪 將近一千萬 是 所以說你們有 我們要算 你們一千多坪的話 你們等於是上百億的這個 這個價值 所以我們要算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我們要去算用什麼樣的方式 但是 核建 才會最最最對政府最有利 所以我們自己要做一個 內部的評估案 然後才能夠招標 然後民間的資金進來 然後我們有一個是 對可是你們一定要 你們一定要知道 你們價值你們的價值 是一百多億 你們至少分回一百多億以上的 所以這個會 就有一個專業單位 樓底板面積 專業單位幫我們評估 否則的話那就是這個 你們就虧了 這部分請這個主委 這個核建計畫就更複雜了 這樣子就比我們原來說 比原來你們要蓋那個 蓋那個 國華大樓 那更複雜了 那等於會不會又變成 陸生生那個 那個翻版 阿美和氏那個陸生生 你們合作 合建計畫 我跟委員長 這樣就這樣搬 還會給我們 不行不行 我們是跟那個財政部的 那個財稅訓練所的模式 來做 財政部在景美 不是要蓋個財政部的大樓嗎 那就是 就是 它是一塊 整個是蓋大樓 然後其他可能有 有一些土地是 是用 你那個土地的地目是什麼 機關弄地還是 還是商業 商業 商宿的 駐商業 你看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比它詳實的一個 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提醒你們 就是你們這個價值很高的 你們不要到時候 賤賣了 然後這方面 我們需要你這個 至少你分回這個樓底板 這樣 要遠遠超過 應該要超過你的價值 這個市價 這種情形 土地的價值 這樣子 市委 主席 這樣子 核建計畫 還是要先送到立法院 我們了解 通過以後 我請我們同仁幫 我請這個部分 向市邦我們寫一個主決議 我們到時候那個規劃好 我們來這邊做專案報告 再 核建計畫 明年 我看一下 明年的 1A 2A 3A 4A 5A就不要了 等於先評估8月 到明年的 明年的 這個 初步評估是8月30號才會做好 那我們 8月30號才會有評估報告出來 還沒有一定 你剛剛就講說明年是我們 我們再用錢 你現在又講還沒有一定 沒有 機會有沒有大一點 只不過剛才是叫你支持預算 所以說這個講一講 機會是各半 沒關係 如果委員會要求我們來做專案報告 我們願意來做專案報告 坦白講這樣子講 這個是一定要做專案 沒有啦 還是要報告的啦 因為你這個環境就是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執政 這個都要講的 像這一方面 過去長期我們就看到政府有這種 賤賣這種情形 那我們這個一定要 土地價值這麼高 你絕對分為的要更高 剛剛招標 招標這個 沒有 今年跟明年合起來 你招標怎麼可以用明年的預算去 沒有 我們上面有寫說 這個預算還在審查中 如果行政院 他是12 先招標 然後12月下旬才會 預算通過才會簽約 招標是什麼 招標 招標那個評估案 招標 評估案 評估案 回收公司做整體的評估 反正我們要求一點就是 你們的土地價值限制 你們在合作案的時候 一定要顧到你自己的價值 千萬別人賤賣 不是 做一個主決議就是說 做一個主決議就是說 他們評估的草案出來 不是 不要等他評估案全部 評估案的草案出來 就送你 可行進評估我們就先送 對 對 就是這樣 那你剛剛 那天天的錢 那個不夠 4千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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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平方公尺 它有個地段 中江南京那是捷運共過 它現在下面是 中江南京站 捷運出站 那個只有捷運共過 我們只有地上全 所以那個已經 那塊地價值已經沒有那麼高 那你到時候 你們還是要專業評估就對了 選叫專業評估 都要算的 中江南京站 現在只有地面 對 地面也不錯 沒有原來土地的價值 沒有 沒有採訪 沒有採訪 地上全 地上全 地上全的問題 那個土地是你們的 還是松山南京站 是捷運捷運捷運 本來是我們的 後來松山南京站 徵收以後 變成捷運共過 要等於是我們 旁邊松山資源那個地是我們的 松山資源那個怪事 不是地上全 是地的上面的所有全 是屬於我們的 沒有錯吧 不是地上全 不是地上全 只能拿地上全 土地一雄 土地還是你們的地位 你們有地下 你們沒有地 市上府徵收了 你們已經徵收了 沒有 被設定永久的使用權 被捷運設定永久的使用權 所以你們只有上面的使用權 沒錯啦 意思是說 地面地表 以下的這個是捷運的啦 地表以上的 這是還是國發的啦 所以他就是不能說說 挖到地下室 三樓四樓而已啦 他已經幫你挖好了 我知道啦 所以現在你站的就是我們鞋子 就對了 所以意思是一樣的啦 那也有的鞋子 所以一邊有千多萬啦 我們先 我們先等那個主決議一下後 讓他回頭再來 好 決定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從二十一到二十三案 二十一案是我們的一般建築物的改良費用 這個主要是因為我們有很多是被化為歷史建築啦 所以我們要有些整修費用 這個四百四十萬 那後面的是有關拔萃方案的整修部分 那有編一億三千八百三十九萬 現在因為我們現在花博不做了 所以這個有換一個地點 所以我們這個錢我們會尊結使用 應該不會用這麼多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佐減一些啦 對 跟這個幾位委員報告 因為剛剛在等待的時候 我們有稍微溝通一下 那國發會覺得可以 我們就從二十二案下去做修正 就是我們刪掉八百三十九萬三千 然後另外凍結兩千萬 好好不好 國發會他們有同意 那所以我們這個就以二十二案下去做修正 我們就凍結 我們刪掉八百三十九萬三千元 然後另外再凍結兩千萬 二十一萬我跟楊委員報告 二十一萬這個錢是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有好幾棟 我們原來中美基金的土地 都被列為歷史建築啦 那歷史建築就不能動 它要維護 它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所以是不是委員 這個四百四十萬 可是你這個二十一案 我們之所以提案就是 你有十五筆在精華區 那你精華區 你根本也沒有做什麼作用 我們現在全部 對啊 我們全部現在都說 對啊 所以你沒有那個作用啊 而且你每一年所編列 我們看不到你有改變什麼 也沒有活化什麼 那你已經要 要繳回給國有財產局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繳回給他 我們下禮拜來看 對啊 再辦手續啦 他不一定會收 這這樣不對 你既然他已經列為你們的 而且他是在精華區啊 不可能當浪尾囉 我告訴你 我講最實際的啦 對吧 你現在有資產的 你有骨氣的 你跟應該是要活化 我們我們也不是你們專業啊 對啊 那個對你們沒有傷害 你們還要解決那個問題 該當還就還 我跟委邦 因為那個我舉例子 比如說前幾天 那個前幾天台風 台風一吹壞掉 我們就要趕快去維修啦 包括圍牆倒了 裡面的那個日本是房子 售署我們都要去維修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些維修費 像我們台中喔 我們的這個他也在活化 當然我們要積極去維修 可是我們沒有啊 我們沒有 也就是說我們國防 我們現在有兩個方式 我們現在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交還給國產局 如果交還給國產局 當然我們這個維修費用就省下 如果國產局他不接受的話 我們就要去做活化 就讓他能夠 對這個問題已經談很久 國防這440萬耶 不不不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已經談很久 每一年都說要交給國產局 每一年都不去 而且我們也看不到 到底在維修什麼 我跟維修 那個因為最近 最近一個多月 市政府才正式核定 他是屬於歷史建物 他前面一直在評估 都沒有定案 那最近才剛剛核定 他是歷史建物 所以歷史建物以後 我們就要交換一個國產局 現在正在辦手續 但是還不確定 還是跟一些維修費用 那更是糟糕 那你以前還沒有鑑定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活化 所以我們編列預算的目的 是要讓他去活化 維修而已吧 編維修 這個都維修 因為他沒有鑑定之前 你不能亂修 因為他那個文化局 來做審查的時候 所以你不能亂修 所以你不能亂刮 但是他現在已經確定了 他現在已經確定了 是 維修倒掉馬上要修 他平常都一直反應 那我每個文化 這個還是別點 好啦 好啦 那我們就 那個但是 這個是不是能夠請國發會 把這個要刪除的這個戲目 能夠送交往委員會 他們可以做記錄 二十二十三 八百三十九 但你們有一些 因為是不同的項目 好不好 好 謝謝 來 現在是 小子 幹嘛 他第一步先做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完就來 才會進到細部的規劃 好 來 來 您看看 可以我們就這樣通過 那原來你們那個也取消了 原來這個委託的規劃 整個在華國整個給他一個場館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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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又質疑你們 那時候根本不可行 市政府都沒有完全配合 你們要賠點錢 然後這個 可以選得不好 位置 好 來 我們現在進行主決議 二十四案 有沒有意見 主決議二十四案到三十六案 有關國發基金的主決議 除了三十三案我們 就三十三案我們建議做文字的修正 其他部分到三十六案我們都同意 三十三案是葉委員的建議 我稍微說明一下 三十三案葉委員關心這個 創業天使的部分 在那個第四行 他有說要求國發基金 增設南部中部服務窗口 因為上次已經做決議 說南部要設一個的部分 因為我們國發基金才二十幾個人 我是是不是可以請委員考慮 我們在南部設中部 是不是就不要設這個服務窗口 但是我們創業天使計畫 中南部都有設服務窗口 只是國發基金的辦公室 中部不要設 哪有可能會有事 不可能會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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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可能我們中部 你會出 我剛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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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委員我跟妳講 我剛剛跟委員報 創業天使計畫 中南部都有設 沒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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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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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意見 你中部不可以 不可以幫我 沒有啦 人不愛我 中部不可以 我不要不可以 不能這樣子 怎麼做也 你現在是說出來 那是不是委員這樣可以給我們 稍微給我們一點點彈性 是不是我們 我們就請國發會 研議增設 中南部窗口 然後 然後這樣子來做 好不好 中部已經有了 怎麼可能三 中部沒有 沒有 現在沒有 我們 沒有 我們現在是說 研議設置 中南部服務窗口 好不好 我們中部有 你不要說 你南部 你去整個 你就要怎麼做 你就要推出來 你如果說這個 你以為我們 中南部就都變小 不可能 你怎麼可能 中部地區的產業值比 比其他地區還拖 你怎麼本來這樣做 南部都這樣 你怎麼要維修 對吧 對 所以 你中間你有什麼問題 你我們自己中班那裡 對吧 黎明辦公室 你該處 那個 那個是 那個窗口本來 現在就是說 如果要 要增設專業人員下去的話 我們需要一點研議的時間 所以是不是讓我們 能夠 能夠有個研議的空間 啦 好不好 就是請 原要求 國家發展委會 研議增設 中南部服務窗口 並研你 等等 這樣子 不要啦 研議什麼 這個最北中南台灣 都不夠了 因為要等到 因為要等到下個年度 我們 我們 那個 預算都核准以後 我們就來 就來做規劃 那個不用研議了 怎麼研議的請 你的第一線 按就好了 這是要求這樣 因為那個 人員的增設跟這個 都需要一點時間 招案通過啦 沒有 這個真的是有困難 真的是有困難 真的是有困難 好啦 你的 詐案通過啦 每年 每年我們有接種的 我們如果有順利接種 我們會來處理啦 那個 那個委員 那個後面 後面這個地方 葉委員說要設定 申請案的補助金額下限 這個是有困難的 因為 他要看有多少申請案 而不是 補助金額的下限 如果他申請案很好 不是 不是 他是沒有案子 不是說我們 我上次跟委員報 我們 不是 我跟委員報 我們是 核准的比例都差不多 只是他案子少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地方 是不是把它改 能夠修正成為說 我們希望來 研拟雙北市以外 縣市的輔導措施 來以立中南部的案子 能夠通過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 執行是有困難的 我不可能去設一個 補助的下限 那個 這樣好不好 我 我同意國發會主委的說法 就是你那個補助案 你把它設定下限 我覺得這個不好 你變成好壞 他都有一個 你就有一個minimum在那裡 不好的案子 你也可以得到補助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所以是不是這一句把它刪掉 但是我覺得 去增設中南部的服務窗口 這件事情大家都同意 這是要有一定的比例 我就下限我就不放 就要有一定的比例不能輸給北部啊 你的意思是南部的長 那個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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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一個鼓勵測試都要 不能偏在北部嘛 這是我們南部的呢 不是啦 這是我們 這是要幫忙我們南部不不不不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 你改的設定說 台北提案 南部提案 中部提案 我跟妳一起提案人家 就我可以談 他說不要給他設一個下限 那可以談 那你要有一定的比例嘛 你就用一定 你去分嘛 你怎麼分我沒有意見嘛 好不好 那個委員 我們是不是 我知道委員的關係呢 我們針對於那個通過率 我們可以來這個給他 就是給他這個 就是北中南盡量有他的通過率相當 但是那個金額的話 比較難定 因為金額每個案子大小 跟數量案件的多寡是有關 但是通過的比率 他應該是要 我們的精神是在這裡啦 因為妳一生都縱北輕人嘛 縱北輕人 能設置這個 其實是南部要加強輔導啦 加強鼓勵啦 讓他案子多啦 讓他案子多以後 他自然就會通過 然後他金額就會大 所以 就是說加強 這個申請案的補助金額 這樣就好了 好嗎 這個 這個 我剛剛的建議是說 賣一下金額啦 我是說 我們可以加強他的輔導措施啦 他的輔導以後 讓他的案件多 然後他通過比例相當 他自然金額就會大 好了 妳看妳文字要怎麼搞 我的建議是 研議雙北市以外縣市之 加強輔導措施 以立中南部的申請案 能通過這樣子啦 好啦 這加強 好啦 研議雙北市以外縣市的 加強輔導措施啦 好 那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這樣修正 好不好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因為這個研議被研議到多 研議大概什麼 研議啦 不是研議是研你啦 研你啦 你這提案是研你 研你就是要做出來的 這樣可以啦 你會用這樣可以啦 總共是我們中南部有窗口 然後他還要加強輔導 中南部的這個申請案 好啦 您知道我看 好 我問問 倒數第三行 倒數第三行 並且研你雙北市以外縣市 之加強輔導措施 以立中南部的申請案 能夠 能獲得通過 並鼓勵業者往中南部創業 以達到南北平衡之目的 好 好 那其他的主決議就照案通過 是是 好 謝謝 來接下來我們處理里島建設基金 那因為里島建設基金大概都只有 只有 除了主決議 沒有預算刪減的部分 里島建設基 這些主決議 那個 37案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意見 我們一樣 37案有沒有意見 37沒有 38 沒有 39 39 沒有意見 40 沒有 41 42 沒有 他加了 他已經加了 新的加了 43 43 43葉委員這個提案我是不是可以建議 有幾個字 就是倒數第三行 也有人說要我們跟經濟部台電去幫忙解決 雲林的那個 這個 那個 那個電 那個電纜上岸的問題 舉辦說明會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後面有個集邀請行政院長到場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把他當院長答應了 這幾個字是不是不要 就並舉辦說明會與居民溝通等等等等這樣子 集邀請行政院長到場這幾個我們是不是建議 這個到時候我想就是說如果要去說明的時候 我想我們立法院可以看的是召委還是什麼來邀請 邀請院長去啦 好不好 因為他們的層次他們沒辦法去要求 好 這樣 好 是不是照他們的建議這樣修正通過 好 這個增加下去嗎 我們召委的話這個 再不要加上去 那個朋友沒有 沒有沒有 我們自己立法院就自己可以處理 好 來44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好那我們離島建設基金就照這樣通過 來接下來是花東基金 花東基金45案 委員是建議說要刪減200萬 我們建議說這個 因為花東基金編列不容易 我們是不是建議用凍結的方式不要去刪減 好 好了好了 報告後使能動之這樣子好不好 好 高委員不在場 不消委員 好 因為200萬其實很少很少 执行率是因為他縣政府提的案子 案子那個 對我們會審查 所以那個 他最近執行率已經慢慢提高了 但是那個執行率低他的錢還是留在那裡 那不然我們就動200萬 好 好不好 我們改成凍結200萬 報告後使能動之好不好 好 來那第 接下來主決議 46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47案 沒有意見 48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 49案 沒有 50 沒有 51 沒有 52 53 53案有沒有意見 最後一案 應該沒有意見吧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好 來那我們就宣讀一下協商結論 大家先不要走 你們不在沒辦法那個 我們吃這邊 我們吃飯多數 енные 一樣 有意見 有意見 沒有意見 有意見 有意見 怎麼了 来请宣读协商结论 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 105年度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提案 处理如下 业务计划部分 第一案至第五案合并处理 以第二案为主 并将提案及连署人纳入 原提案是全数删除 改为全数冻结 做成决议一案 在原第二案当中的倒数第四行 修正为 原针对各项投资项下 行政院专案核准投资款140亿元 及配合本项专案核准投资款 所编列之同融资业务成本 债务利息9800万元 及业务计划所列 长期债务之举借及偿还部分 全数冻结 需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 投资之必要性及效益分析 及资专案报告 经同意后使得动资 修正后通过 基金收入部分 第六案至第十三案 合并处理 以第十案为主 通过 全数删除 第十四案 不予通过 第十五案 第十六案 第十七案 均不予通过 第十八案 第十九案 第二十案 不予通过 但做决议一项 针对国家发展基金 宁以合作开发方式 办理国发大楼支新建 为避免建卖 低估国家资产 不当图利等勤 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 国家发展基金 与可行性评估完成后 即应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且新建计划 未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同意前 不得进行办理招标等工作 以为全民首付国家资产 提案人 邱易云 叶金林 杨求英 丁守中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部分 第21案 不予通过 第22案 第23案 合并处理 以第22案为主 原冻结 三分之一 改为 简列 839万3千元 令冻结 2千万元 后通过 决议部分 第24案 25 26 27 28 第29 第30 第31案 第32案 军造案通过 第33案 修正通过 第33案的部分 修正为 在倒数 原倒数第四行 修正为 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 加强 抱歉 原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 与双北市以外县市 加强 辅导措施 辅导措施 以例中南部的申请案 仍获得通过 并鼓励业者到中南部创业 以达到南北平衡之目的 修正后通过 第34案 第35案 第36案 照案通过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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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一下 在第33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4案 照案通过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的部分 基金用途第45案 原题案简列200万元 改冻结200万元 经报告后使得动之 决议部分第46案至第53案 均照案通过 协商部分宣读完毕 报告委员会 原决议的部分 补34案第35案第36案 均照案通过 请问各位委员 刚刚的这个修正的部分 跟提案的部分 是不是宣读的协商结论 有没有 有没有意义 没有 那我们是不是就 我们就照案通过 好吧 好 那我们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文字请授权 主席跟议事人员整理 好 那我们议程所列的讨论事项 今已审查完峻 本日议程处理完毕 我们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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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你都... 你又又... 你又... 你又... 你又是那個... 那我... 我會幫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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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